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优以开 这期视频跟蓝友们聊一聊连伴蓝 因为连伴蓝也是我自己比较偏爱的一个兰花品种 然后有一个蓝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问问可不可以聊聊连伴蓝的家庭养护,可以的 如果蓝友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只要是我懂的,我都可以把它拍成视频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不懂的话,咱们就一起共同去学习 连伴蓝我们在居家养护当中 首先第一个考虑的肯定是要参办资料 要有一款比较相应的资料 然后我们再来种蓝花 这样后续的话都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蓝花植料它是没有一个一定的 只要您这个蓝花植料能够保证沥水保湿干净清洁 有一个比较好的保肥能力就可以了 连伴蓝在所有蓝花品种当中它是最不耐肥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给连伴蓝施肥当中 一定要秉承这个薄肥禽湿的这个频率 千万不要给它一个过重的肥 另外一个我们养护连伴蓝当中 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连伴蓝相对于其他的蓝花 它的湿度要求是偏高一点的 如果我们平时养护的环境湿度偏低的话 连伴蓝是比较容易出现胶尖的 但是我们居家养蓝花 有的时候也不能太强求 因为家庭这个环境主要还是以生活为主 想要达到适宜它的湿度 有的时候也是挺困难的 我们就尽力而为就好了 尽量的有条件的话 提高一下这个养蓝环境的一个湿度 连伴蓝的湿度要求是最好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怎么差也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为像我们居家的环境 如果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话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怎么也要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尤其是晚上 这白天相对还好一点 尤其是晚上 这个是务必的 不然的话我们长期养下来 连伴蓝那个叶子 就比较容易像那种出现湿水的状态 它叶子就比较容易出现卷曲 然后叶面没有光泽 这个就不利于我们整体来欣赏了 还有一点要跟蓝友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质料这一块 如果说我们家里只单纯的养户连伴蓝的话 那么可以单独的为连伴蓝去参办一款质料 如果说我们家里建蓝 那惠蓝什么蓝花都有的话 我还是建议我们把这个质料能够统一 统一质料的话 我们后期才好去统一管理 如果说把这个兰花质料区分开来对待的话 一样几盆一样几盆 后期我们养护起来 管理起来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相应不同的质料 可能我们试肥的时间呢 它的饱肥能力不同 然后包括它这个吸水性啊 我们浇水的频率也不同 这个长期下来的话就挺熬人的 再来聊一下浇水啊 像连伴蓝还有一个是惠蓝 这两个品种是我自己种下来 对这个盆内湿度要求比较高的 还是喜欢偏稍微湿一点的这个盆内环境 这个也跟它这个炉头大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其实我们托盆看 我之前有跟来我们分享过 惠蓝也是大条的根粗根 连伴蓝虽然我们看这个叶子挺细的 但是连伴蓝也是大条的粗根没有分岔 并且连伴蓝的炉头它也偏小 它储存水分养分就完全靠这个根系 炉头储存养分的能力挺少的 所以我们在养护连伴蓝的时候 可以偏润一点去养 这个是偏润不是偏湿 因为这个兰花不管是哪一个品种 只要是这个盆内总是积水湿漏漏的都长不好 尤其是这种肉质根很容易就烂了 还有一个问题跟来我们分享一下 像不同的温度的话 浇水一定要掌握好 这盆花我是一直就放在这个屋子 就放在这个位置嘛 这个屋子的温度始终是维持在20度之上 然后温差不太大 湿度平常一般就是5-60% 像这两盆花我是同时浇的水 像这盆就始终在春花当中 它们两个是同一天浇的水 三天之前吧 我们从这个铺面就能看出来 它们两个的盆里的质料是完全一样的 铺面也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盆的话就很润 这一盆的铺面已经见干了 就是因为这盆的温度比较低 这个在春花当中 最高的温度是不超过13-14度的 晚上就几度 所以蓝友们在养护兰花当中 一定要根据温度不同 浇水的频率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温度越低越要把浇水的距离拉开 连半蓝对光照的需求也不是太重 我们平时在养护连半蓝的时候 最好就是给它一个明亮的散射光 如果是见直射光的话 最好还是上午或者下午 见一两个小时 尽量不要给连半蓝全日照 尤其是北方 我昨天的视频也跟蓝友们分享了 因为这个时候 透过窗户进来的 这个太阳一般光都是挺强的 连半蓝 它这个叶子本来就薄 它这个叶片好像是 所有兰花当中叶子最薄的了 不是太耐晒 一晒之后 整个叶面就容易起那种晒斑 晒斑是什么 就整个这一条 比如说这一地方 正好直接接触阳光 那整个它这一条 就全都是晒斑了 怎么区分什么是晒斑 就这个叶面有 但是我们翻过来看叶背 还是绿的 这个的话就是直接被太阳晒的 因为叶背没有晒到 它不像说起一般的黑斑病什么的 内外都有 晒斑也是不可逆的 只要一晒上了之后 所以想人为的 再把它纠正回来 是纠正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在平时养护当中 连半蓝对于光照这一块 是所有兰花当中 可能是最弱的 不要给它一个过强的光照 最后跟来我们聊一聊 连半蓝的花期 因为连半蓝和春会兰 基本上它们都是同时出花包的 都是在中秋节前后出花包 然后连半蓝的花期 也是在一二月份之后 同样也是经历一个这样的春花 但是连半蓝参照于春会兰的话 它的春花要求不是那么高 一般如果说我们室内 不超过二十度十几度 这个连半蓝开起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不像春会兰 一定要要求有温差 然后最好是几度到零度之间 连半蓝还好一些 它是比较柔和的 差别在哪里 就是如果春花的好的话 连半蓝那个花杆也会拔得比较高 如果说春花不够的话 它倒不是说花间拔不起来 但是第一容易花间拔得比较矮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它这个花杆拔起来之后 花杆会偏软一点 不像说经过一个比较充分的春花 它那个花杆拔起来是比较硬朗的 另外一个就是排龄的时候 那个花絮容易打不开 就是容易开得比较近 咱们看兰花 如果它那个花朵到大排龄的时候 能够拉开那个间距 花朵之间比较舒朗 是比较利于欣赏的嘛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